大家都很熟悉的调味品食醋历史悠久 它能增进食欲帮助消化 在生活中不可缺少 红薯醋作为食醋的种类之一 由于传统手工制作的客观条件限制 逐渐难觅其宗 下面我们就去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的一家手工作坊去看一看 在周口市太康县诸口镇 有一家手工作坊 在坚守传统工艺酿造的基础上 致力于提升红薯醋品质 生产出来的红薯醋口感回味悠长 从我太老老顶和时开始 到我婆婆一直到我都是第四代传人了 传统手工红薯醋以优质红薯为原料 采用优质小麦和豌豆发酵制驱 与蒸煮的红薯晾冷成护状后进行第一次发酵 将第一次发酵完成后的原料 拌入优质高量壳 倒壳 控制温度 坚持每天纯手工翻超 直至二次发酵完成 最后将二次发酵成功的醋胚装入令缸中 按照传统方法使醋胚充分溶解后再进行令出 经沉淀灭菌 至此红薯醋酿制完成 娘制的醋它是纯天然发酵 没有任何的添加剂 这个人齿陋的时候它属于开胃 包括咱家庭用的整猪 把凉条都离不开这个醋 这是一个很好的调味品 这次发酵成功能处理 这次发酵成功能处理